非常漂亮的軸線的 可是現在是很難 現在是很難 但是至少國父紀念館這個接鍋 我們應該做這樣的思考 這個是我第一個請委員們想的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的指定的這個理由理念 多多少少我個人覺得是要寫比較多 建築以外的東西是要寫孫中山的概念 他在這個國家 在華人世界裡面 他所創造的一個國家 是當時亞洲第一個雲子共和國的這個概念 要被寫進來 所以這是紀念他的要義 這也是整個世界對亞洲的一個概念 所以他等於是亞洲世界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的這樣的概念 要在我們的指定裡頭被落在第一點 也就是很重要的這個點紀念他是個人 然後他對於當時的在民主化 自由化的世界潮流之下 他在亞洲所扮演的重要地位 所以我個人覺得就算這個建築不是那麼重要 可是因為他很重要 所以也應該被指定 所以應該第一點要寫孫中山才對 因為這個是華人世界對他的感情 所以這個是我的理解 請各位委員參考 沒有其他老師 那這個案子是不是初步 謝謝 這個會議會 為我先去跟委員會 最後提醒一個建議 我先 因為今天提議是審議文化資產價值 身分確定的跟會議 那如果委員沒有意見 他會先確定他的身份 那至於指定理由 那事實是允許 針對孫中山先生的部分 那我們再做補充 今天先確定身份 讓我們下次會議的時候 再做補充的部分 那至於範圍的部分 那就請各位委員提供意見 好 謝謝 就這樣子 有 剛剛那個老師這邊也提到 有關那個整個結局 或者是不是我們在戀愛 來跟杜花群討論 實際用保存 就是計畫保存區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來思考 怎麼讓這個地方都審 或者是我們在開發 或者是新建案子的時候 可能跟我們加強兩邊的聯繫 要通常期 實際上就是通過這個計畫 跟我們的話 保存區 跟我們來持續來做討論 那今天的這個古蹟的這個運作範圍的部分 我們就先 隔壁分節短 先進今天的這個方向 那有關老師講的指定理由的話 我們指定理由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再下一次把這個土地指定理由 做一個報告 再跟老師做一個Jobelify 那我們是不是先這樣處理 好 那我們這案子就這樣子 謝謝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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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包括大名市政大樓 二盤二重樓 天水紅鑽 教室 新正期 剛剛老師有問說 這個案子要不要跑掉 謝謝 這個主席比較不好意思喔 我覺得這個 因為這是我的精神 那個範圍應該還是要follow 從你的花架子 然後當然可以有討論的空間 但是原則上還是要看委員的意見 那如果我們文化局整理資料 提出來的考量是 按照王先生最初設計 最核心的區域保存 那我必須講這個 那剛才劉老師是說 他整個結構跟後期的開發 其實都已經有他的意義了 這是另外一種 所以當然可以就這兩種來進行投票 那投票的規則其實跟那個 身分給予是一樣的 那如果 如果那這樣子我們想說 就請教各位 要補充意見 我們就 讓大家看看 這 我想就補充 比較難解決自己 我想就文化價值 我想很多 包括三層倉庫 當時對於文化價值 我們本人最不瞭解 還是要 比方說 大師的事情 黃世堅老師 最不錯誤的 敘述 我們在大概 現在完全充滿的 黃哥 我們坐出來 是不是那個 豪欣可以再報一下 我們那個部分 為什麼我們會主張來 其實是根據王先生最原始的設計筆的資料 我們準備了六個月 不然要等一下又變成拖到國父基金管 就是花了五個月的時間去調的這些資料 所以才把這樣的價值範圍確認 這樣應該是沒有衝誤了 今天有沒有衝誤 我們今天就 就這文資的現在的 我們提案單位 我們作業單位所提的 今天做第一輪 第二個 大街坡的這個部分 我們來做一個例外 看怎麼樣加強兩邊的聯繫 不管是用保存區 或者就是叫他那邊做控管 那有關這個制定的理由的部分 我們就下一次提報 把文資再做一個確定 這樣子 好不好 我是覺得這是兩個不同的一題 第一個就是 本身這個文化是講的 沒有問題的 現在有問題的 放育 那我想這個肯定的範圍 這個國畢任務 它是可以繼續做的 至於範圍 我們大概要在少程式 包括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以前到四十兵宮堂 它的鐵尾就經過那邊 國務紀念館 就是這邊的土地 它還有一部分 還沒顯示 都有 所以說它的四十 如果像劉老師講的 它就說 這個不是國務紀念館的家 而是這塊公園 還有我們現在目前來講 中間紀念館 是一個很困擾的問題 它兩個身份 主體部分是武基 然後景觀的部分 就是文化景觀 然後有的時候 我們在談的時候 很難去 很難去 所以我想這個是不是 我們本體的範圍 大家都肯定 沒有問題的 但是範圍 老師你講的變成 像中間紀念館這兩種 本體的舉觀是 在武基裡面確定 它的本體範圍 可能就會今天的這樣 可是你剛剛提出來的 就是 中間紀念館另外一個階段 它會指定更寬的範圍 是給文化景觀 它不會在這個 古蹟的項目裡面討論 那今天劉老師如果 根據您的 它會比較像文化景觀 所以它會有兩種 但是古蹟本體的範圍 還是會給它 中文剛剛聊到的事情 我是不是先就這個分譯 今天原來的提案 之下先做一個投票 然後我們把它這個票 收下來 托一下紀錄 然後把它寫去挽證 對 那我想跟委員會 再做確認 針對古蹟本體 其實是王先生原來設計這個範圍 那我們也是 這個演技的部分範圍確定 至於要不要擴大延伸 跟它的一個周圍的文化景觀的範圍 那你用這個 管事範圍的部分 扣大部分的投票 我們用這樣子 好 先做一次 我建議 我建議 對 委員還有大會 其實古蹟本體的範圍 我覺得沒有爭議 比較沒有爭議 今天甚至不用投票 看大會的意思 都可以確認 那文化景觀 到底要不要登陸 再給文化局時間 再去調查 但是不是在這個案子裡面去解決 好不好 對 沒錯 還是就本體的部分老師們 同學 去做個記錄 然後 主席這樣 因為這個意見是我有提出來的 我可以接受主席剛剛的解釋 也可以接受本部局長的解釋 和同仁們對這個問題的解釋 所以古蹟的本體的部分 以目前化 從虛線的範圍為主 但是把我的意見做成一個備註 就是說 這整個街坡對於海北市 已經因為國庫紀念館的建設 而形成了特殊的意涵 所以未來請我們之部門 我們文化局要特別注意跟 文化局要特別注意跟 文化局法 對 用任何手段 但是要注意 對 對 就是後續要處理 對 後續要處理 而且要保持這個接坡的完成 為首要的原則 這部分我們再跟發言局來合作 所以其實那個是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 柳老師提出的建議 我們另外一題 來跟發言局聯繫 然後我們後續在開會的時候 也邀請柳老師來 所以我就不堅持這個 現在的虛線的範圍要改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針對現在的虛線的範圍 我想我們就還是留個技術 好不好 那這樣子我跟大會再做一次確認 今天就針對國庫紀念館 建築本體這個範圍指定的部分 我們做確認 那至於這個指定理由部分 我們會再下次針對 深通三線證的部分 再做補充 再做指定理由的補充說明 那至於旁邊周邊環境的一個處理 那可能我們就另案由我們文化局 再跟相關單位發展局 然後做演繹的一些管制 跟一些管理的一些措施 對 那會議很要求 很要求就要求 我們可以邀請劉老師 那我們接著下一案 審議案2 周正俊財大法學院竹書館 結論是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第一句文化資產寶存法第17、18條 古今指定及會 會指審查辦法 歷史紀念建築 登陸會會指審查及補助辦法辦理 那台大法學院是在87年5月4號公告為 指強施定古基 那它的古基本體包括大門行政大樓 二排二層樓的清水紅專教室 那本案這次今天所要討論的圖書館和警衛室 都位在這個台大法學院的校序裡面 那圖書館其實警衛室這兩棟建屋 分別坐落同樣都是坐落在中正區 成功單位小段103D號 圖書館它沒有建號登記 那警衛室是同小段的417-8建號 土地全屬和建屬全屬都是中堂民國 管理單位是台灣大學 那相關的組織行委員參閱附件二 這兩棟建屋本來都是本市列測追蹤建屋 那本局是依職權啟動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18條來交開這個 來啟動這個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的程序 那定在107年的6月4號 邀請了李慶恩委員 柳書英委員和薛琴委員 來辦理這個文化資產價值專案小組會堪 那會堪小組 小組會堪的初步的結論有 就是台大法學任圖書館 職位是文化資產價值 初步認定是具有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那委容會堪的意見 提供到這個今天的審議會來做參考 那加入小組的會看初步意見包括第一個 圖書館為1963年建屋 有著名建築師王大宏先生設計 梁柱皆以斬甲時處理 表現成素色彩 壁面上有型類前臂又花磚 做工細緻有正方效果 壁面的樓梯以洗石子 防空柱外型具特殊性 建屋保存狀況良好以線條為主 風格簡潔感應現代主義精神 警衛室的部分為台灣小建的木造校門 警衛建築的主體是木造 然後屋頂為背心室的切腳頂 居歐洲木造建屋風格 整體形式保存完整 建屋情況良好有稀少性的價值 那啟動的補充資料請委員參閱 就是超過附件四附件裡的性化照片 和以下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那這個是原來台大法學院的 當時公告的一個範圍 就是主要是徐州路21號 那本體的部分剛才有報告過了 這是地級地形圖 那二層二排的清水紅磚的教室 新字池和行政大樓 都是原來市令古蹟的指定範圍 那今天要討論的是圖書館的部分 和警衛室以及大門 這個是新畫的照片 這是圖書館的內外部的照片 這是圖書館二樓的部分 二樓的內部空間 那這個是圖書館的外觀 有包括窗框和外部的樓梯 剛才有提到的這個前臂形狀的 這個優化磚 那最後部分是警衛室的內外部的現況照片 警衛室的外觀 文字價值全部報告的部分 就是建物和建築的面積的部分 剛才已經報告過 那創建的年期圖書館 是在民國五十一年建造的 所有全人都是 所有全人都是國有 那管理機關是國立台灣大學 那土地的使用分區是大正用的 目前都是在使用中 那所有全人的保存意願 都會請國立台灣大學人 來出席表示 那價值分析的部分 在107年6月4號的 專案小組會館中 書庫圖書館委員均 一致建議是補機的類別 那警衛室的部分 也一致建議是補機的類別 那未來管理保存的違背的部分 英文化資產保存法的規定 是由這個管理人 所有人來管理維護 所以後續請台灣大學校 有用說明 那指定範圍的影響評估的部分 圖書館及警衛是目前接為使用中的建物 圖書館由校方做點藏空間 警衛是則維持原用圖 指定補機後對現況使用沒有影響 有關未來保存及再利用 進行台灣大學提出規劃構想方案 已辦 你請同意擴大直轄市 定古蹟條大法學院範圍 並補充種類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通告事項 一一名稱台灣台大法學院 種類學校 會知或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21號 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 古蹟本體為校門行政大樓 二排二層樓清水紅磚教室 新字池集瑞市圖書館 行政大樓為中正區成功在二小段 417-9建號 建物總面積417-8.7平方公尺 二排二層樓建清水紅磚建教室為 同小段417-2千排 建物總面積2.5.6平方公尺 417-4建號為後排建物 建物總面積235-8.4平方公尺 景溫市為同小段417-8建號 建物總面積3.42平方公尺 校門新字池集圖書館均無建號登記 建物坐落土地為中正區成功段二小段 103-1號是部分 那該比土地的總面積是23756平方公尺 那未來實際保存的面積還是要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1.台大法學院建於1919年 7日治時期原台北高等商業學校 是台灣早期高等教育學徒之一 1945年為法商學院後再併入台大 而為台大法學院培育人才甚多 1.對台灣近代社會發展影響深遠 2.行政大樓採合越是一面 仿歐洲折中主義風格外觀 及特殊的大理堂空間 2排二層樓清水紅磚教室 以清水紅磚及洗食字為主要外觀用材 做法簡單令若細部的鑄鐵柱 布樓梯等做工細緻性況保存良好 為台灣近代建築中極為罕見具建築價值 3.圖書館 由著名建築師王大宏先生設計 梁柱建議沾架時處理 表現樸素色彩 並面有方形類前地的六花磚 做工細緻有遮光效果 並面樓梯以洗食子仿木柱 外型具特殊性 建物以線條為主風格簡潔 反映現代建築現代主義精神 4.景衛室為台灣較為少見的 木造校門景衛建築 屋頂為背心室切腳頂 具歐洲木造建物風格 整體形制保存完整 具稀少性價值 建物行校門營機零二十翻載底 起注定有青銅燈 反映1930至40年代特色 具特殊性 5.符合普及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第2條第一項 第1、2、三環指定基準 2.凡案提請本審議會審議 定義審議決議辦公室 以上題請討論 好 這個案子有沒有知道是 有其他意見 或者是有什麼建議事項 好 好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是任務 任務科索尼的方向 好 好 那我們可以下一題 詞 臻世蘊塚視民區 補風議為服務中心 浴觸地文化資產生效 Darth神殷願 Medal 檔案是 Quem 還 檔案剩行 檔案前處未請務院 limeel har 105年 second ordered 罪 elf 乾安 單據於 적이 Marin 105年6月29日辦理縣 Freeze 會刊結論依法與與列稱之中 經管理單位復工國務院有再利用變更的計畫 請本局確認該基地文化資產的價值 等於稅議值選啟動文化資產協議程序 於107年3月16日邀請你副國委員 擔任召集人李前郎委員 蔡元朗委員 曾天權委員 及江貴隊委員召開文化資產協議 專案小組會刊 因委員民眾事 因此我們在107年4月19日 在廣邀委員邀請了由淑英委員 淑英明委員 代表春委員 辦理第二次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會刊 第二次文資小組會刊委員 皆認為不去文化資產價值 那兩次的會刊紀錄新委員小參 附件一及附件二 本局於107年10月2日 再度邀請了文資委員 資料請委員詳參評估報告 附件四 本案基地介紹 這是基地的地級圖 這個是建物的位置圖 它位於故宮的對面 下一頁是基地建築配置圖 那基地內有五棟建築物 分別為圖書館、中正堂、行政大樓、石建樓及中心樓 這是中正堂的現況圖 這是圖書館的現況圖 這是行政大樓的現況圖 這是石建樓的現況圖 這是中心樓的現況圖 基本資料 這個土地位於士林區 所有權人屬於國有 管理單位是國立公國務院 土地使用分區為機關用地 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是三萬兩千余方公尺 建築物的概況是屬於RC建築 大概是兩到三層樓的建築物 建築物的背景 本基地在民國七十二年衛生勤募學校 牽制該立行營區後 更改為衛勤兵學校 又於八十五年 改為入軍後勤學校市民分部 國防部軍備局於九十三年 將該土地撥與國安局 國安局於九十八年 將該離土地建築物撥與故宮 因為清建年代沒有相關的資料主證 那目前的狀況 該五棟建築物均屬於未登記建築物 且除了實建樓移動以外 四棟故宮接於在九十八年以前報廢 那目前的現況圖書館一樓 是作為安管室訓練景圈地點 那中正堂一樓目前暫時作為文床行銷的庫房 實建樓目前為地帶藝術社 其內道及中興樓目前並沒有使用 那經過相關的史料調查分析呢 我們有去詢問過原管理單位國防部 還有故宮提供的資料 並且查詢了地震登記的旁本 以及航照圖及地形圖現況建物的比對 來判斷目前所流傳的五棟建築物的興建年代 那大致上中正堂從那個地形圖的航照圖來判斷 他大概是在五十年到五十八年之間 圖書館是在五十九年到六十二年之間 行政大樓是在六十四年十二月一號 那實建樓跟中興樓大概是在六十九年八十年時間 實建的 那以下就是我們去查訪的相關的航照圖 這是相關的航照圖的資料 那價值分析 在第一次的專案小組會刊的時候 是有一位委員建物建議登錄為聚若建築群 一位委員建議圖書館登錄為歷史建築 其他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另外三位委員認為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那第二次我們在度邀請委員現刊 那三位委員皆認為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那會刊的結論是另外又請業務科這邊 針對基地的歷史脈絡等資料再與詳查 然後並將兩次會刊委的意見提委員會參考 然後針對文化景觀是否具有文化景觀 也一併請我們納入大會討論 那在中整調查相關資料以後 我們在10月2號請三位委員 蔡維朗、米副博文、聖書院委員 針對我們的評估報告再做一次的確認 那經過因為相關的歷史資料顯示 圖書館的建築存在是大概在45年左右 所以後來在經委員進一步了解相關的資訊後 認為武洞房舍因為經歷了拆除 不具原始移區的空間文理 或不具文化資產的價值 那米副博文認為單棟建築是難有價值 但是還是保留了武洞建築 然後相關的道路系統軸線也有一些存在 所以保有文理具有兵營的特色 那劉書櫻委員是建議聚若建築區的這個登錄 提到委員會討論 然後文化資產列策追蹤的解列也提委員會討論 那管理人的意願是 董果那個管理單位也會做一些報告 那原則上是審議結果沒合辦 那未來保存的管理維護就是 義文資法由管理人所有人跟使用人 進行管理維護 那相關的影響評估 就是這個武洞建築物故宮表示 這個武洞的舊建築物 未來會規劃為義文服務中心 那其餘的土地就作為預設生態公園 部分開放周遭居民使用 這份武洞建築物 工藏建築物